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听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我们接下来呢 再度为朋友们带来 和吴哲芳吴博士的有机原地 朋友们也快收听 来我们先欢迎吴博士 吴博士你好欢迎参加 美剑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吴博士再度的参加 今天就是我们十月份的第三次了 第三集 所以十月份有五个礼拜 所以我们就要求麻烦吴博士 多增加一次 谢谢吴博士 好我想我们到十月中了 是的确是进入到秋天了 温度整个的有一个改变了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还是要借这个机会 一开始先请吴博士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到底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准备的 可以准备的 应该做的 可以做的 到底是哪些事情 我们就一开始先请吴博士 细细的跟大家先分析 好吗 好的 我记得就是去年开始就有人在说2024年将会是一个很热的一个年 然后呢按照我的这个记录来看的话 你说现在已经是十月十五号其实已经进入秋天了 我们可以回顾过来今年的夏天发生了哪些事情 依照我的记录就是说今年六月到十月中旬就是目前 虽然超过100度的高温 讲的是实际的温度不是体感温度 它100度的高温其实讲起来整个的夏天只有一天到两天 可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并不会是太热 但是整个的夏天几乎每一天 我们所谓的这个每天的平均高温跟当天的那个 平均高温就是说过去好多年来 这一天比如说六月十号 这一天的所有的 比如说从1990、192的六月十号的最高温是多少度 平均跟今年的六月十号的最高温 当天的最高温比起来的话 今年的每一天的这个当日的最高温都会比平均的这个当日的最高温还要高至少五度 所以说从这个这个观念来讲的话 今年是比较热的一年 虽然没有极端的热 但是普遍的几乎整个夏天都是高的至少五度 有的时候甚至高到十几度 所以这个这就是说 讲起来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炎热的夏天 还有一个比较不正常的现象 就是往年夏天当然是水下雨会比较少 可是今年是少的 今年是怎么样 对不起吴博士你说今年是少的太多吗 少的很多 我所记录到的就是说只有五月二号曾经下过大雨六寸 还有这个七月底我们不是有个台风吗 对 那三四天下了八寸 其他的时间所下出来的那种雨量 是不太有意义的那种雨量 所谓不太有意义的雨量 可能今天只下个0.1英寸 你看起来好像地面湿湿的 那一下就干掉了 所以说今年呢就是说另类的高温而且干寒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以前的我们的气候的形式没有这样 像以前夏天虽然是干是干 可是可能一两个礼拜就会下一次雨 可是你看看就像是我们十月中旬 我们往前推九月基本上没有什么下雨 有的话也是非常局部的 就像我们朋友讲 我们抬头一看天空有一片乌云 下一下你跑到乌云外面去又没有雨了 就是不是全面性的 但是所以说这个非常糟糕的 像我在看了我们家的这个用水量 七月份 因为我们这个自然学公司 每个月都会给我们统计嘛 七月份的时候我家用水 一万一万四千加轮非常吓人了 然后八月份的统计是七千加轮 就明显降下来了 因为天气相对比较凉一点了 可是这个也都是非常不正常 我们往年的话 我们大概一个月大概六千加轮的水而已 所以可以看一下 那当然这个就是高温 然后干旱虽然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过来看我们往后的 十月以后的这个天气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日的高温 慢慢慢慢开始会低于85度 可是当日的这个低温的话 也会就是说低于60度的可能性 越来越高了 那这两个数字有什么意义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每一天的这个最高温 是低于85度 有什么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个是好事 为什么 番茄啊 一般要你开花以后 一定要在85度 华氏85度以下 它才会结果 所以这个意思就表示 我们十月中旬过了 开始了番茄 在这个五家轮筒里面 那这个五家轮筒 它一样可以开花 一样可以结果 而且好处是冬天的时候 如果说有寒牛奶的话 你还可以搬进搬出 那这搬进搬出的话 番茄寒牛奶结冰 它没有冻死 整个冬天你都会有番茄可以吃哦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好好想想看 如果还没有说 种在这个花盆里面的这个番茄 也可以考虑种它一两个 那这个冬天 你肯定有这种新鲜的番茄 我像我这个往年 我每天都做这种事情 然后再来 我们如果说当日的低温 会低于60度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说有朋友 你兰花放在室外的话 那如果说当天的低温 会低于60度 兰花就要考虑搬到室内来 因为兰花的话 它对于这种低温的这种 它非常敏感 你如果说低温的天数太多 它可能会影响到它开花 这个要注意 可是如果说低温低于60度 兰花搬进来以外 另外一个好处 螃蟹籃可以留在外面 因为螃蟹籃就需要60度以下 甚至50度以下的温度 越冷越好就是了 对 越冷越好 但是不能够结冰的温度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天气凉下来有好也有坏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10月中旬 我们休斯顿地区 你只要是水仙 你是种地里面的 现在都开始在慢慢发芽 你看它地面上水仙 的芽应该要出来了 要出来的时候 你要趁这个计划 因为水仙芽出来以后 大概到12月1月 它才花包才会出来 你说赶快试用开花的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想要 在明年初看到水仙花的话 可以做这些事情 另外再来的话 很多朋友就说 你到这个nursery去买了水仙花的球 回来种 就是用水仰 开了水仙花以后 你不知道 这个发泄了以后 这些水仙花球干什么用 其实你如果说是买花球 然后用水仰 开过花以后 你不妨在明年开完花 你就直接把它种到地里面去 那你在往后的话 大概就是源源不绝 每年都会有水仙花可以开 虽然有些说水仙花有些不开花 但是你买了这个花球 开花的这个花球 表示它这个是会开花的 你可以做这件事 另外的话 就是说我们10月份 我们 桂花 这个也是 开始开花的季节 那我在西州 我们一般的桂花 有些人是想说 有全年开花的桂花 但是我们一般的话 大概都是10月份到4月份 7个月它会开花 所以就是说 不管有没有收集这个桂花的花 来做这个后续的这个食品上面的运用的话 至少你在院子里面 7个月都会有这个桂花的那个香味 而且桂花的话 它大概10月到4月 大概一个月可以开一次 一个月可以开 也就是说开了以后卸掉 再过一个月 又开了又卸掉 一共有7次 所以在休斯顿的话 种被花 其实也是相当划算的一件事情 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 今天已经10月15号 再过一个月 也就是与佛市 这个每年的他们的义卖 今年的义卖 是比往年还提早一个礼拜 因为往年都是 Tensgiving之前的那个星期六 今年的话 Tensgiving之前的 两个两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六 所以今年会是在11月16号 会有义卖 那义卖的时候 当然每年我们都会有这个植物的这个义卖 那我现在我也在开始看看 已经在努力了 在努力生产当中 而且这个义卖的植物 往往一准备都是要一整年的 所以全年都要照顾 那还好的就是从今年开始 我就是在6月底 我也支持我们休斯顿这个爱心组织 我们也提供那个植物的义卖 所以往后每年大概会有两次的植物的义卖 在休斯顿这边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OK 是 所以刚才的话 我想 吴博士讲了这一期啊 我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讲到这个下雨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你会说雨不够呢 因为我总觉得雨很多呢 是 这个就是说我们 我们一定要做记录 因为我们的印象好像前几年才下雨 对啊 可是又没有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下雨是非常局部性的 它不是全面型的 比如说像我们Kinwood 我们曾经说这个村子有下雨 隔条圈又没有下雨 所以这个就比较 对于整体的这种生长环境 这个帮助并不大 所以这个记录的话 这样子看起来记录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就是用科技方法去就是说怎么样去 也不算是管控啊 就是说有这个记录 我们往后种花种菜 我们心里才会有一个底 然后另外的就是说 另外一个佐证就是我刚刚讲过 7月份的时候我们家用水用到一万七千加 一万四千加仑 好可怕 好可怕 每一所思的 因为太干了 太干了一定要浇水 你不浇水这些植物都会死掉 甚至7月是一万四千加仑 8月份是七千加仑 我们平常的话 往年的话平常是六千加仑而已 所以可以想想 从这边也可以证明说 水量雨量实在是在少 是的确是这样 好那么在这里一开始 吴博士就花了十多分钟 跟大家来谈的就是 在现在我们十月算是中旬 马上要下旬了 这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做的 你要准备的 那么也谈到了在玉佛寺的 一年一度的易卖 吴博士已经在 已经在准备当中了 大家也很寄望 这一次的易卖 再能够买一些 这个好吃的 好严好重的 好 那么下边的话 吴博士我们可不可以 再因为进入到秋天了 那么也有朋友们说 他想种蒜苗 种蒜苗 他说蒜苗跟他的韭菜 是否可以种在一块 然后怎么样子才能够长得好 想这一方面的话 请吴博士 能不能在接下来 我想我们今天接下来 就请吴博士 在这一方面 先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不好 好的 因为这 我的印象里面就是 蒜苗跟韭菜 都是吃的 相对比较重的肥 那韭菜我们 韭菜我们种的时候 一般来讲 比较不成功的原因 是因为种的太挤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重新 穿种这个韭菜的话 最好就是韭菜整坨挖起来 把它分开来 一坨大概只有三根到五根的韭菜 然后韭菜的根如果太长 减掉 我们大概只留 两寸长的 大概五公分长的韭菜 因为韭菜你看整坨挖起来 底下的根好长 对不对 剪掉 然后上面的话当然也是 把它剪短一点 那个韭菜的绿的部分 我们先剪下来吃 就这么一小段 然后种的时候 你这个底肥一定要夹到足 才可以 那夹到足以后 我们种的时候 每一坨三到五颗 那一坨跟一坨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六寸到八寸 是最理想的 这样子种 那现在翻种的话 现在有的时候白天 还是85度以上 稍微有一点热 可以稍微晚一点 大概等到十月底 十一月的时候 再来翻种这个韭菜 那蒜头的话 你这个苗床 你底肥加足了以后 反正也是一粒一粒的种 蒜头的话 蒜苗的话 你可以稍微密一点 我们刚刚讲这个韭菜 是六英寸到八英寸的间距 那韭菜 这个蒜头的话 你大概减半 那个距离减半 应该就非常理想 但是这个重点就是说 你一定要这个底肥 一定要加足 另外还有就是 我还要想到的 吴博士 我想问一下这个底肥 我们就是谈到的就是鸡粪肥了 对鸡粪肥或者是牛粪肥 你依照那个包装袋上面 它的建议的那个量 把它充分的扮演 在这个苗手上面 这样子就很理想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 有些人就是说 会埋怨说 哪个地方买的这个蒜头 它那个蒜苗的发芽率低 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 我们以前都是到Costco去买的 Costco 那个一袋的那个蒜头 大概是三磅 那你如果说只要种少数的 当然你可以 因为Costco的蒜头 是从墨西哥进来的 Kroger我就不知道 那你是华人的超市的蒜头 不知道会不会是从中国进来的 OK 大家可能就是要碰进去 不然就要到 可能就是到Hole Food 他们那个Organic的那个蒜头 可能比较不会经过处理 它的发芽率应该会比较高一点 OK 所以这样子就是要看一下 这个蒜头的发芽率 冬天可不可以 它过得了冬吗 可以可以做 它是冬天的菜 它不怕结冰的天气 所以是OK的 所以你蒜头现在可以种了 现在应该是 有很多朋友都早就种下去了 无所谓 它可以长得很好 如果说你只想吃那个蒜苗的话 我曾经在 在新加坡我曾经用水养过 可以长得很好啊 一样可以长得很好 那个蒜头啊 嗯 这一棵 我们不是买那个 像那个买 尤其是买肉 它不是有那种 那种泡膜的那种tray 有没有 就是那种tray 不是 也不是塑胶的 就是那种泡膜 比较轻的那个 OK 我知道 对 那个比较薄薄的 对比较轻的那个 我平常呢 我就用两个这个tray 同样size 然后有一个tray是打孔的 打孔 它那个孔要多大 大到说一个蒜头可以塞进去 那底下那个tray的话是放水 然后上面那个tray倒扣过来 把蒜头一个一个压进去 让那个蒜头啊 它发芽的 发根的时候 它可以吸到底下的水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蒜苗的话大概可以吃两次 你捡了一次以后 还可以再长一次 就没有了 因为你这个是水养的 它后续无虑 可是种在地上的话 你可以 可以采收很多次 就是各有利弊了 如果说没有地可以种这个蒜苗的话 用这样子种 也可以成功 非常有趣的 OK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里啊 谈到了听众朋友讲的蒜苗跟韭菜 因为呢 刚才吴博士再次提醒大家 韭菜方面 你需要 要就是要给它空间 要给它空间 才能够 让它长得好 那么听众还是问啊 从隔壁家拿来的很粗的 那个韭菜 都是长的粗粗的 到他家以后 割了两次以后 就变成头发细了 他说 本来是宽面条 现在变米粉了 我说 哦 我问他说 肥料够不够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用任何土 他全部都是用鸡粪肥 他用鸡粪肥垫在那里 然后这个是直接插在鸡粪肥上 我说那你种了多久了 他说我就割它两次啊 他说我长了两次 我割到根 割了两次后 就宽面条线变米粉 好 那我这个请吴博士来谈一下 然后另外还是韭菜 然后想问一下 外边买的韭菜种子 就是像我们到中超 你都会看到吗 甚至于你如果到 不是沃马 Home Depot 你都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种子 他说韭菜种子 要怎么样子种才种的好 是不是随便撒随便长 所以要长多久才能够长得够粗壮 好两个问题 这个都是听众朋友提出来 麻烦一下 很好的问题 而且很实际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回过来 如果你这个韭菜啊 是苗啊 从朋友家带回来 然后你就直接种在鸡粪上面去 照讲 它会长得比你朋友家的还要好才对的 那唯一的我可以想到的问题 第一个 你在韭菜移植的时候 你的根没有先把它剪掉 你要把那么长的根啊 你不要说舍不得说 哎呀根那么长很好啊 我我舍不得剪不行 因为你在移植韭菜的时候 你这个根就是要把它像礼法一样 剪到一剪 只留5公分哦 只留5公分你不要太长 然后再种下去 那种下去之后 你当然要给它一个时间 还有就是对 种下去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种的时候上面那个绿的色部分 可以先剪下来吃嘛 对不对 剪根 剪上面的绿色的部分 这个是关键 那你种下去以后 你一定要容许它生长的时间 所以一般的话 韭菜第一次种下去 你这个头一个月到两个月 你千万不要想去收割这个韭菜 因为韭菜还在复原 它还没有复原完成 你就剪它的话 它这个植株会弱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为什么你剪了两次以后 就弱下去了 还有韭菜在刚开始 就是说恢复元气 开始长的时候 你也不可以剪得太凶 不可以剪得太凶的意义 就是说你这次剪了以后 你一定要容许它慢慢慢慢恢复 因为刚开始复原的这种韭菜植株 这还不是那么根性 还不是那么强壮 它不可能像平常我们种地的韭菜 你割了以后 两个礼拜以后 又可以割又可以割 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第一次剪了以后 你应该再留 容许它一个月的时间 至少一个月 让它长得壮壮的以后再去剪 你一定要有耐心 不然月前这个是催残幼苗 对不对 催残幼苗 讲得好 催残幼苗 这个关键很重要 所以说如果能够造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种在积分上面的韭菜 就觉得可以比你朋友家的韭菜还要漂亮 才对的 理论上怎样才 因为我看过 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们这个朋友家老美 他们家的韭菜就是种在整个的牛粪马粪上面 因为他们两兄弟弟弟是开农场 哥哥是开公司的 可是弟弟他说每年都会拉了一两车的牛粪马粪 混合的到哥哥家 哥哥家 韭菜种在上面 毫肥 每一根都差不多拇指那么粗 所以我看过 这应该是会长得非常重才对的 这个就是要细细回味一下 就是说你要种韭菜之前 根要减短 上面先剪下来 你不要让它整颗的 到时候你种下去就摊在那边了 因为它叶子太多 它水分蒸发的快 它复原的时间就会拉长 那把这个韭菜根剪短的意义在哪里呢 因为韭菜的根太老了 其实植物都一样太老的话 它那个太长的根了 它没有什么能力去吸收养分 那唯一的可以刺激这植株 在长新根的话 就把老根剪短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这一个把根剪短的这种的做法 手法可以一样用在那个仙人上 那我们以前在仙人上移植的时候 我刚刚讲韭菜是要留根 要留两寸 那仙人上的这个根的话留一寸 也就是说你在换层 移植的时候 在仙人上 你一定要把那个旧的根的里面土 最好用水冲 冲得干干净 一点土都没有 然后等到稍微晾干的时候 就是一把抓下去 剪到咔嚓一剪 留2.5公分而已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题外话的 这个是从种韭菜 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这个是心得分析 这个是起点 对 那另外的 好 韭菜我能不能用种子种 当然可以 而且你如果说顺利的话 年初种 年底大概就有韭菜可以割 所以那个韭菜 因为是第一年 它长得 植株是稍微细一点 但是 你只要肥份够的话 它一样 一样可以长得 蛮漂亮的 韭菜要种的时候 你看看 韭菜的种子非常细 对不对 所以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 我怎么种 我把韭菜啊 是种在那个 沙上面 纯沙 就是我们 你可以玩耍的 也可以小朋友玩耍的 那种沙 沙石 那个比较细 你把韭菜 撒在 韭菜种子撒在上面 上面再补薄薄的一层沙 然后用水喷 你不要用那个大的水冲 冲下去 那个因为沙本身 就很容易就流动 你要用那个喷水器 喷水壶 这样喷 然后你等到慢慢的 你看 这个韭菜啊 长到差不多有 差不多 四英寸左右 大概十公分左右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移植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轻轻了 我移植的时候都怎么做 用那个筷子 因为你用手抓的话 它那个叶子太焦嫩了 怕你用手抓的话 力道没有拿捏准的话 会把它掐断掉 我一般就是用那个筷子 轻轻的就是要把沙往下拨拨拨拨拨 让这个韭菜的根也不受伤 你轻轻的夹起来 夹的地方应该是那个沙的表面 也就是说 跟上面的叶子的中间的地方 轻轻的一拉拉起来 你就发现 上面是四英寸的绿绿的这个韭菜的叶子 底下是白白的也是一条根在那边 那这种的小的韭菜苗啊 你就筷子一根一根拉起来以后 你三根三颗的韭菜 一样种一坨 你就可以种在菜地上面去 那这个菜地也是刚刚讲的 你这个这个就是 底肥一定要加足 那距离一样是六寸到八寸 你不要看那么小哦 因为它一长出来的时候 它一下就变成很大了 所以这个间距一定要维持 六到八寸之间 然后你在菜谱上面 你也是一样可以用小铲子 挖一个洞 千万那个根不要让它有弯掉 直直的下去再把它种起来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你手要巧 然后再种好又轻轻的回甜那个土 那个时候你再用嚼水的 噴水的也是轻轻的噴水 因为它太焦嫩了 这样子的话 一年之内 你一定那个韭菜就可以吃不完了 OK 好 那么在这里 吴博士我们已经超时了 上半场 不过呢 没有关系 大伙都听得非常非常的入神 谁也不会在乎 我也不在乎 不过呢 还是得要在这稍微休息一会 这个问题 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回想 我当初是怎么做 才能够成功的 然后就 希望不会讲得太啰嗦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难得 我们说实话 是我们占便宜了 吴博士这么 这么几十年的心血 心得 汇总 出来和朋友们分享 好我们在这还是要稍微休息 总不能虐待吴博士 让他这个 这个 不停的一直讲下去 这个到时候 我虐待了 不行不行 吴博士你好歹 喝口水 我们再继续下半场 好吗 朋友们休息一会 我们展开下半场 好朋友们 我们继续回到 在今天和吴哲方 吴博士的有机原地 我是胡美剑 现在是下半场开始 欢迎朋友们也快收听 吴博士是这个是 卯足了劲啊 跟大家来分享 他在原意在菜谱花 这个瓜果方面 有点种植的经验 我们再次感谢 吴博士的这个辛劳 我们继续来 我们继续来分瓜 分瓜 吴博士的这个欣喜啊 他的心得 好 那么下边啊 吴博士 谈一下吧 这个 因为我们每次啊 讲到 种植很多朋友都会 一个是冬瓜 一个是 苦瓜 丝瓜 小黄瓜 然后现在还有人种什么 护瓜 反正都是 瓜 一直都是大家 在菜谱里边 在种植啊 家庭圆域里面的大宗 但是呢 瓜上面呢 有的时候瓜叶会有虫 所以呢 我们的听众呢 也希望能够有 能起吴博士 能不能够跟大家来谈 到底在种植的瓜果方面 我们先以不以水果啊 我们就是说 蔬菜类的瓜类 它容易生长的是哪些害虫 然后呢 它造成的影响 我们要不要处理 还是说有时候 不管它没有问题 它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收成还是有 最最最最最重要 我们要有收成 要能够吃得到肚子里面来 之外还可以去 show off的收成 东西 总不能这个 买买买架子的瓜 每一个都是坑坑巴巴的 惨不忍睹的 那就不必了 我们要能够 有收成 能够show off 然后呢 然后看 是不是有不同的瓜 有不同的害虫 要怎么处理 所以那叫一系列的 这个叫 比较麻烦的事情 要请吴博士来谈一谈 好 现在啊 就是说 想到这个瓜类的这种 这种病变也好 害虫也好 最普遍应该是那个白粉病 白粉病的话 一般会常发生在这个冬瓜上面 叶片上 还有苦瓜 偶尔也会 最多的话是冬瓜跟香瓜 我们往往种东方的那种 那种黄金的那种金黄色的香瓜 这个也 也常常会得到这个白粉病 再来的黄瓜也会 黄瓜也会 那中关这些白粉病的 这个原因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们傍晚浇水 傍晚浇水的时候 晚上它的叶片还不会干掉 所以空气中的这些黴菌呢 沾在叶片上 所以很容易就会得到这个白粉病 另外的 是唯一发生在冬瓜上面 我们用手去触碰它 所以冬瓜在种植的时候 它是非常娇嫩的 它的叶片 它的瓜体本身 尽量不要用手去碰 你如果说万不得已 你一定要手去剥它 去触碰的话 你一定要戴手套 因为我们手上的细菌很多 那戴了手套以后 来处理冬瓜的藤 冬瓜的叶子 冬瓜的果实 这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好 那万一我们这个白粉病 发生的时候怎么办 第一个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把那个染病的叶子 把它剪掉丢掉 不要留在菜园里面 那你说说 我这叶子本来就那么少了 而且刚刚发病 怎么办呢 用那个baking soda baking soda的话 你大概就是说一两汤匙 你把它融在那个一加仑的水 充分的摇余 那溶解以后 你用这个溶解液 来喷那个叶片 叶片的时候 你要喷上面 还有叶片的底下 那个它的杆 那个茎 都通通要喷 要喷够 这样才可以 那这个白粉病 我记得以前还发生过在哪里呢 在这个前科植物 尤其是茄子 跟辣椒上面 番茄上面 以前还比较少见过 就是以这个白粉病为主 但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病变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dome oil试试看 还有这个baking soda的溶液 来试试看 如果说这个规模很小的话 赶快把叶子剪掉 应该 而且及早的把这个叶子 染病的叶子剪掉 应该就可以防范 那至于这个虫害的话 虫害的话 一般的瓜类 我印象里面比较少 比较少 那唯一的话是种那个南瓜的时候 它往往有一种那个虫 会钻到那个 它的那个藤里面去 那一钻进去的话 我们要时常去观察 基本上它都会在接近地面的地方 这种就是南瓜类 跟这个意大利脆瓜 Zeguini squash 的那个植子上面 会比较多发现 那我们以前发现的话 我们都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用那个刀子 我们做手术 把这个瓜藤呢 纵向的切开 你不要横向把纤维质切断掉 纵向的切开 把那个瓜藤搬开来 因为那瓜藤一般里面是空心的 把那个虫抓出来 这样也可以的 可是这一招的话 我们以前在纽约种这个 Zegu squash的时候还很好用 可是来到南部的话 因为这种这种虫害非常严重 所以一般的话 效果也不是很大 那如果说要用药的话 因为我们 又是我们自己要吃的那个 那个瓜果 还是比较不值得 所以我们一般在南部的话 比较少种这些南瓜 或者是 Zegu squash之类的 我想应该 另外再来的话 是虫 它对有一种虫就是臭臭的 它们称臭大姐 它两只脚很大 然后一碰到它 会臭 黑色的吧 应该是黑色的吧 对 算是黑色的 像这种的话 有的时候 就是多的时候 它一整坨就 扒在这个叶子上面 可是它并不是吃叶子 它是在等着吃那个果实 它会去叮那个果实 就像丝瓜你长出来的时候 这个瓜体还嫩的时候 它往往会去叮 那叮了以后 你看那个丝瓜长的就是 形状就是凹凸凸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采丝瓜 我们一看 这条丝瓜 样子不好看 不是这样光滑亮丽的 这表示里面有虫 像这种丝瓜里面有虫的话 我们组出来的丝瓜 不管你是什么品种丝瓜 组出来一定是黑的 即使你把虫 从丁过的地方把它挖掉 就是说比较不好 那这种的虫的话呢 如果它是 就是说聚集在一起的话 我一般做法是说 用那个塑胶袋 整个把它套起来 套起来以后你先不急 你就在摇摇摇摇摇 把那些虫全部都拍到 那个塑胶袋里面 底下它掉下来以后 整个收起来 那你整个就控制住了 当然这有偶尔的 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偶尔有一两只会跑掉 没有关系 那他们这一跑掉 它不会飞多远 它一定会在这个植株附近 那我一般的做法 我就是用橡皮筋了 我一看到我就用橡皮筋打 一条橡皮筋 顶多两次 我就可以打一只下来 用这样来控制 也就是说这种臭大结的话 你绝对不能够让它做到 就是说在很少数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好好控制 那这样的话 菜园里面的这个瓜类的 这个虫害就会比较少 这种臭大结最多是发生在丝瓜 有偶尔会发生在苦瓜 但发生在苦瓜的话 比较没有什么影响 那冬瓜的话 因为冬瓜的瓜体比较硬 它不敢 它硬下去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 只有一两种虫害而已 其他没有 我没有见过 其他就不用担心了 不用担心了 对 那第一个这个底线就是 我们不要用冬药 我们用天然的方法 来防治就够了 好的 好 那么在今天我们和吴博士 这个讨论了很多的 在现在秋天 要注意的可以种的 那当然了 刚才前一阶段 有人谈到了蒜苗 谈到了韭菜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两种菜 辛香类 对于虫害是多少 对于这个虫类 有一些驱逐的作用 那么除了这两个 还有什么 我想问一下吴博士 那个蒜 如果我们不是种在上面 把那个蒜 剁一剁剁烂了 撒在土上面 可以防虫吗 当然可以啊 其实最有效的话 你剁碎以后泡水 你用那个水来喷 更好 效果更好 就是蒜头水 那如果说要再增加它的效用 你这个蒜头水 剁碎的蒜头里面 再加上一些剁碎的辣椒 泡水 更好 它这个效果更好 那冬季 秋冬季的蔬菜里面 可以驱虫的话 其他的辛香类 芹菜也很好啊 芹菜也是冬天可以种 现在也是时候 不过芹菜啊 你要特意去播种的话 因为它发芽慢 你可能就是 可能一个月以后 两个月它才会发芽 你会觉得说 这种子失效 其实不是 它会很慢的发芽 所以我一般像芹菜类的话 我们都是在夏天 它开始开发结果的 就放任它自然在菜地上面 随便乱掉 把那个种子等到时间一到 因为这个10月中 大概10月11月 它就会开始发芽了 那时候我们再把它挑起来 我要种在哪里 哪里 其实像这种芹菜的话 你也是可以 就是说底肥够的话 你只种了一个家里 你不用种10个 那五六颗就够吃了 因为我们的芹菜 我们就是剪 它到时候会长出很多 枝条出来 分枝出来 就剪那个分枝就够了 所以这是芹菜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 当然是葱也可以种 这是冬天的菜 还好我们 我们胡主播最不喜欢的香菜 也很好种 香菜也是时候 这种起来的话 就是提供菜园 这个芳香的这个 芳香的气味 让你说在菜园工作的时候 风一吹来 芹菜的味道很香 对 香菜的味道也很香 这些都是很好的 那我再来想想 什么辛香类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是 这个我们可以用的 除了芹菜 除了大蒜 蒜头 对 还有姜菜 洋葱呢 洋葱也可以 葱都是 对 洋葱也是 你看我们在美国超市 买的那些绿葱 对不对 我们哪里来种 那我们一般都是 剪的 从地上部分剪下来吃 你如果不剪的话 到后来 到春夏季的时候 它就是长出一个洋葱球出来 它其实那个是洋葱的苗 也可以种都很好 尤其冬天的时候 那个葱也不怕冰啊 我们往往在后院 这个寒流来的时候 甚至下雪 这个雪下下去 那个葱还是可以长得很好啊 所以这个都是很好 然后再来新加烂 那个酮也可以种 酮也是属于菊哥的植物 我记得上次 上上次我曾经提过 如果你要种那个铜蛤的话 你不用下种子了 你就到超市去买那个铜蛤 吃了一次底下那个梗 拿回来擦汁就会火了 很方便 葱也是一样嘛 我们超市买的葱回来种 剪下来 这个回来种就可以了 再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一时之间就是太多东西了 我们大家拼命的在想 拼命的在想 到底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用 可以和大家谈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了 我们要请吴博士来 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请吴博士来看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啊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 像是松鼠啦 或者是自己这个架子 可能没有搭好 那一个爬藤植物 结果这个藤蔓折了 折了以后它又 好像又开始在长了 可是长得就不怎么样子 健壮 我们这样子讲 好吧 不怎么健壮了 就想问吴博士 这种情形我们是应该 重新重启炉灶 把这根茧了 还是让它慢慢长 给点耐心 让它会越长越壮 好啊 这个其实也是很实际的 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这个就是说 藤蔓啊 就是说不管你是动物碰到 或者是我们手去 我们在调整藤蔓的时候 不小心折了一下 但是没有断 那到底要不要 它这个去留的问题 我想跟这个时间有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夏天的话 因为它还有很长的生长期 可以把它剪掉 让它重新长新芽出来 如果我们像现在的这个时候 你藤蔓有一点折到的话 就不需要去剪掉 因为剪掉也来不及 那个新的芽 长需要时间嘛 你就把这个稍微折到受伤的这个藤蔓 你稍微再好好的把它回归 到原来的地方 让它继续复原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 好 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 这个是吴博士提醒分析 提议 建议给我们的听众的 好那么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和吴博士再来畅聊一下 吴博士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谈的主题 否则的话听众就还要再老生重谈 因为冬天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菜有很多可以种 尤其那个十字华课 然后希望我们冬天过来以后 雨量可以慢慢回来 不然的话你刚刚我们从今天往前看 大概又是下雨的机会 又是非常渺茫的 嗯 不过还好一点就是因为温度慢慢下来了 所以说浇水的那个虚水量 就没有夏天炎热的夏天那么多 那么猛了啦 不需要那么多 对 所以这个是就是 叶菜类可以种的 那叶菜类种的时候 一样一个原则 我们因为我们属于这个金根的 所以比如说好小白菜 不管你家里能够多会吃小白菜 我想一个菜谱你种个20颗 小白菜应该够算颗的 你不要就是随便乱撒下去 这个的话就比较乱一点 你用算颗的话20颗 我每次要吃小白菜的时候 我用剪叶子的方式 我一颗剪了两片叶子 20颗就是40片叶子 那炒起来是一大盘的菜 一样的 芥兰也是一样 或者是芥菜也是一样 那芥菜的话 我们一般种芥菜的话 我们喜欢种那种 卷叶的那种芥菜 那也是采收的时候 也是要用剪叶子吃 所以这个的话 你说每一种都种个10颗20颗 后院的菜 冬天的菜绝对吃不完 有一年芥菜长到后来 这个没有办法收拾 我们拿来做什么 我们拿去做酸菜 我现在还泡在坛子里面 是哦 是可以可以做成酸菜 我就回想 以前乡下人怎么做酸菜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院子里面玩 就是说边玩的时候 会看大人在怎么弄酸菜 我就回想 居然被我搞出来 是可以泡酸菜出来的 这个也很有意思 冬天还有太多的菜 同好刚刚讲的 还有这些叶菜 想到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 吴博士要想到这些东西说会流口水 朋友们你们怎么看 吴博士啊 我们还是有听众 还是想知道 因为现在入秋了 马上就入冬了 这位听众是想要和吴博士来谈一下的 这个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 就还是又回到了螃蟹兰 然后呢 还回到了兰花 一般的兰花 那想要问一下吴博士 因为他的螃蟹兰 我相信是同一位听众 因为每一次听完吴博士 你讲到螃蟹兰 因为他是插汁出来的 他就想知道 插汁出来 他现在应该是成功了 因为都已经冒新叶子了 他仍然还是要知道 怎么样子可以 让这一个 让这一个他的插汁的螃蟹兰 可以发的多一点 OK 因为发多一点以后 开花才会比较猛嘛 才比较 才比较多嘛 对啊 对啊 这个螃蟹兰 开多花 其实有两种主要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说 你千叉的方法 对不对 你搬了几只过来 种在一起 然后这个要看你花盆多大 因为你花盆多大 才能够决定你 往后的这个螃蟹兰 长的规模 可以到多大 你若是六寸盆 你可能这个盆子里面 插个四五根就很多了 就很多 你集中插在中间的地方 因为你这个一插出来 螃蟹兰是这样子 它一个枝条 它一个叶片长出来以后 它往往分两个 两个再分四个 四个分八个这样子 然后最多的时候到 开始花苞形成的时候 一般的话就是一个叶片尖端是一个 有的时候花开病地 会有两个花苞出来也有 可是如何要保持它的这个生长 生长式要非常强壮呢 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去 Nursery去买那个磅状的肥料 它那个stick 肥料那个stick 插到花盆里面去就可以 那至于要插几根的话 一般的话像六寸盆 它们一般会建议大概插三根左右 三根那个肥料磅 但是肥料磅很短 大概只有两英寸三英寸 大概这样子而已 但是那个效果很好 那我要是我种的话 我六寸盆 它如果说是插三根 我会插五根到六根 因为我了解那些先人长的习性 我这样子做也可以长得很好 你如果说我不想去买肥料磅 肥料磅到底来讲还是贵的嘛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如果有鸡粪肥 你用鸡粪肥泡水 下去浇 一个礼拜浇一次 一个礼拜浇一次 那泡水的那个分量也不可以太浓 不可以太浓 那我们一般我常常就建议说 你要用液态的这个粪肥的话 就是一元焦的这个粪肥放到五加轮筒 泡水满 这样子一天拿出来用 可是你如果说吃了一盆的那个螃蟹 你这一泡有时候数量太多 但是无所谓 它那个不会坏掉 不会坏 它不会坏 不会坏掉 对 而且那个已经发酵过的那个鸡粪肥啊 它不会有什么臭味 无所谓 你就留着慢慢慢慢用 就是说你在浇水的时候 两次的浇水 其中有一次就用这个鸡粪肥被浇水 这样也可以了 这个是正常我们传统的种这个螃蟹兰的方法 可是这一种的它的开花的树木还是会有限 有一个比较非传统的方式 就是说你把这个螃蟹兰 你把它嫁接到火龙果的这个仙人掌的 这个栅木上面去 我举一个例子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螃蟹兰一根出来 那不是一片叶子 它可能会长两片 两片长四片 一般的话 你这个叉枝大概到第三 第四代大概就是结束了 也就是说你是一片叶子 第一代长两个 第二代长四个 第三代长八个 给你第四代长十六个 也就是你这一片叶子出来 顶多只能够开十六到二十朵花 因为有时候是花开病地 你开二十朵花 但是你如果说用价接的话 我一片叶子 价接到仙人掌上面去 它往往一开出来的话 是三四十朵花 非常壮观 而且它因为有一个栅木 你种在花盆里面 它会往上顶 它就容许螃蟹兰可以垂下来 它开发的时候是很漂亮的 而且这个价接螃蟹兰 是所有仙人掌 价接里面是最容易的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 如果有兴趣 可以试试看 你就用一把 如果说 如果说没有什么 比较利的刀子 用那个刮壶刀 或者是美工刀 美工刀我想是最 popular 你美工刀 你把仙人掌上面切平 水平切平以后 纵向的在仙人掌 你切平以后 你会看到中间有一条心 沿着那个心 纵向切下去 然后你把螃蟹兰 你就取一片就好 取一片把它塞进去里面 这个时候你要塞进去 你螃蟹兰 你切口也要把它弄平一点 就是像平常价接一样 你要把它削斜斜 慢慢的轻轻的把它挤进去 你不要太用力 把螃蟹兰挤到上掉了 那你如果说轻轻的挤上去 如果挤不上去 稍微 就是拜托另外一个人 一个朋友 底下那个脏 稍微用手扳开一点点 然后把它挤进去 挤到底 然后你手放着 停留一阵子 手才放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时候 嫁接的话 他那个先日党 里面的汁液很多 很滑 你都不这样做了 你可能插进去 没东西 滑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 然后等着 等到他差不多固定了 要手才放掉 好 这种嫁接的时候 很有意思 而且让你活了 成活了以后 你会更有成就感 尤其是在开花的时候 那真的是 这个是心情非常愉快 所以说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试试看 好 那么吴博士在今天 为大家 这个不遗余力的 一直在为朋友们 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子 在螃蟹兰方面 这个可以成功嫁接 成功的插枝 或者是说 在未来呢 可以成功的 有漂亮的花 丰富的 这个螃蟹兰 也许 应该是今年 有的地方 可能12月 12月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到明年的12月 应该都是盛开的花季 大家就可以 好好的 show off一下 真的是要show off一下 好 哇 时间好快 已经到了 我们今天的下半场 要在这儿和 吴哲方吴博士 要告一段落了 再一次的谢谢吴博士 在今天所带来的讯息 谢谢吴博士 那么吴博士 我们就 下个月了吧 好不好 11月份 我们继续空中聊了 谢谢您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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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